主席是飞访美国参见世界的核不破产条约了 我认为现在北朝鲜的问题和伊朗的核问题 之所以现在非常棘手呢 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上对他们国家的制裁 并没达到一个统一 谁也说吧 共同点吧 都反对核不破产 包括中国 包括美国都是反对 但是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制裁是存在着分歧 所以因为存在着分歧 这两个国家就由于看到了这些分歧 所以他们往往是总是打一些擦边球 我希望呢 中国也好 美国和其他国家 求大同 存小异 就是说都反对着核扩散 但是制裁的方法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观点 我希望能达到共识 当这个两个国家呀 看到这个 在对付这个 和这两个国家搞发展核武器的同时 感到世界舆论是一致的 是一致对他们进行制裁和谴责的 他们就不会存在于侥幸心理了 他们往往玩这些擦边球 就是看到了这个声音呢 出现了这个内部的不团结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那么张先生呢 他提到就是说这个 在制裁方面取得共识的问题 那么我们 我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说中国呀 在制裁伊朗的问题上呢 愿意和美国配合 合作 那实际上是不是 中国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呢 还是媒体都是揣测 据我所知 中国已经答应要讨论制裁 但是呢 结果如何还不知道 在历史上看来呢 中国是比较不愿意进行制裁的 就像刚才的听众所说的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 还有其他成员有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美国要进行制裁 也不是我们第一个选择 我们想要透过外交 还有对话的方法 来说服这些国家放弃核武 但是北韩和伊朗 他们所走的这条路呢 对于国际社会一直都很不诚实 他们偷偷地发展核武 而且是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把他们的意图藏了起来 所以美国认为呢 制裁现在对于伊朗 还有北韩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合作 但是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讨论 因为中国呢 使用的方法都是比较不一样的 还有北韩呢 发展核武器项目的问题 多年来呢 北京一直表示 这个要就是在台面上 是不支持北韩发展核武器的 那么在私下领事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国际上是无法得知的 有评论说 北京呢 是这个西愿意看到 北韩的核武器项目呢 给美国造成拖累 成为中国和美国打交道 说中国手里的一张牌 如果中国 假设中国这样是确实这样想的话 你认为 这是不是叫太短视了 因为从长远来看 你的邻居 你的邻国有核武器 对中国毕竟还是不安全的 是不是 你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我的印象是 中国与美国 对于北韩的核项目 的确是有同样的担忧 但是他们有其他的利益 是我们不一样的 他们想要阻止 难民朝进入中国 要保护边境的安全 还有要确保北韩 是一个缓冲区 确保说 朝鲜半岛并不是一个 统一的国家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中国担心的 而这些问题 并不见得是 美国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 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领导人 可能会希望 就是他们对于 朝鲜败老上面的 去核化呢 对和我们的期待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未来几年当中呢 要达到公式呢 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好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四川的赖先生 赖先生你好 赖先生听得见吗 听得到 你能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讲 就是说 像伊朗 那个核武器问题 会不会 今后会不会产生 对伊朗发动战争呢 好 谢谢赖先生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赖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想到的 一个问题 是美国会不会采取精神手段 来这个消除伊朗的核项目 防止伊朗或者核武器 这是很多人都在想的问题 当然我们伊朗啊 以色列啊 还有其他美国的盟友 如果说真的战争发生的话呢 这些国家都会受到 很深远的影响 但是呢 像内甲的这样的领袖 如果手上有核武的话呢 他还直接说 要消灭以色列 直接都说出来了 他们会用 很严重的手段 来影响国际的安全 这是我们不能冒的险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考虑 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可能是 以色列认为 真的有威胁的话 真的受到核武的威胁 或者是美国觉得受到威胁的话 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我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问题呢 是大家都有在想的 还有德海莱的领袖 也应该要记住这个问题 那么从这个核安全的角度来看呢 美苏美俄 刚刚签署了削减核武器的条约 这对于世界的安全 当然迈出了一步 可是这样一个条约 对中国是不是也 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种挑战吧 因为美俄的 它是消减之后 他们还是拥有核优势的 那么中国呢 它的核武器的这个 和美俄呢 还是有一定差距 那么这个如果说美国要求中国 美俄要求中国停止这个 或者冻结核武器 那么中国是怎么办 中国如果说继续研发核武器呢 就有穷兵独武之心 如果说真正是 可是不继续研发呢 那么它就是会差距和美俄的 这个核实力会有很多差距 这对中国是不是一种挑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考虑说 中国对于这个新的协议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美俄两国如果他们减少 然后成为1500个蛋头 但是呢 中国的数量还是少很多的 所以中国呢 或许就会以这个作为一个借口 然后呢继续增加核武 赶上美俄两国 或者呢 他们有可能是继续落后 就是不要进行核增军 他们现在的蛋头数目呢 和美俄还是差得多 所以他们不需要参加核裁军的会议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压力 那么我的感觉是 他们应该会继续把这个核蛋头的数目压低 才不会遭到压力 而美俄还有其他国家也会继续减少 希望呢到最后呢 总量都可以减少 但是质量呢 这个是中国是一直在做的 要提高质量 好 对 好 我们再继续进电话 下一位是广西的周先生 网络听众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你好 周先生请讲 听得见 请讲 我不认为这次核份会 能给世界未来的核安全 能起到什么实质的进展 现在的世界核安全的恶化 一定程度有仰赖于 在执政的民主党的外交理念 对话解决国际问题 而对伊朗北韩的各种制裁 将会于事无补 如果没有共和党人所主张 以武力打击作为谈判的筹码 我想这个新闻 这个核份会在历史上 可能是一个闹剧来的 好 谢谢广西的周先生发表的看法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是不是有些听众观众 已经发了电子邮件 到我们的信箱里 现在我们打开信箱看一看 是有一位朋友写来了电子邮件 说以色列没有参加会议 那么他想看我们的嘉宾 对这一点有什么评论 首先呢 刚才听众打电话说 这次峰会的这个真正的功效 我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但是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 说这个峰会呢 只是确保核安全的其中一部而已 还有非扩散条约的会议呢 之后还会开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行动 在确保核安全 所以呢 希望这种悲观的看法呢 之后呢